在關懷杯進行的時候 也有一些球員很忙碌 他要做點不一樣的事情 例如說這是在悲難國小的球場 有個計分板必須要人工手寫計分 這個任務就交給小球員了 來自我介紹一下你是誰 李國豪 李國豪 你是就讀哪個學校 悲難國小 幾年級 六年級 哇 六年級的李國豪負責這個 那你會不會怕高 因為基本板還蠻高的 不會 不會 這工作OK嗎 他就要負責記這些分數 不過要提到的是現在常常在進行一場 是非常知名的光復鄉內戰 是有什麼學校跟什麼學校對決 光復隊泰巴郎 光復隊泰巴郎 哇 那兩個都名校 你們就得看好誰 看好光復會獲勝 好啦 不過提到其實光復鄉裡面 有很多非常優秀 這兩府學校都有很優秀的 傑出的校友 究竟有誰呢 提到這個我們就要請泰巴郎的王子 來告訴我們 泰巴郎王子就是皇后的 歡迎你 為什麼今天要幫這個球隊加油 為什麼 之前也是在這個球隊 在這個學校就讀 那想說能夠回來 給學第一些鼓勵 然後教一些他們 球場上的觀念跟技術 希望能夠幫助他們 有好的成績這樣 那我們剛剛看到這場比賽呢 其實就是泰巴郎國小 對上光復國小 兩個學校都在光復鄉裡面 應該是非常知名的光復內戰 對不對 對啊 那從目前我們就是比較常在教育 禮拜六的時候 禮拜天的時候 打贏了對抗賽 小朋友今天表現就很漂亮 很棒啊 其實多鼓勵啦 因為小朋友是要鼓勵 我以前小時候打的時候 也是怕被教練罵 被教練騙啊 還有家長 家長其實都很好心 要鼓勵你 可是在你小的時候 聽起來就會覺得是一種壓力 對 那你最後給一段話 給你的這個泰巴郎小朋友 呃 就是積極 然後要正面 然後要去挑戰他們 球場上有什麼挫折 或失敗的話 當作你往前邁進的動力 和目標 然後要一直努力 要加油 以後看你們了 加油